大學寶家誰才是行家 今天我們這位行家 他是從台南來的 而他其實在收藏寶物 這大約二三十年的時間裡面 他很相信自己的眼光 因為很多時候 他是賭食或是買原料 甚至沒開窗的 但是結果好像都很不錯 待會兒一起來聊聊他的心路歷程 還有今天有很厲害的寶物 除了翡翠之外 我還有看到一個藍寶 連老師都一直猛點頭 我覺得今天應該會非常地精彩 大家不要錯過了 先來介紹我們的超強大鑑定團 寶石協會榮譽理事長 冯甲大學助理教授 林隆欣 李老師 大家好 珠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良 廖老師 大家好 雅瑟寶學鑑定所資深鑑定師 賴俊銘 賴老師 大家好 來 歡迎鄭瑞毅 鄭大哥 鄭大哥好 鄭大哥一出來 我覺得那個氣場不一樣 你知道嗎 你看他 脖子前面這一個 你看他這一個 這就是你喜歡的風格 就是要大 要很顯眼吧 他是這樣說嗎 你收藏寶物 你看二三十年的時間 我剛剛沒講錯吧 對 沒有錯 你是不是喜歡有點趣味的 就愛冒險 愛玩 然後 你喜歡買不懂的東西 對 為什麼 因為好奇 比如你覺得你最不懂的東西 除了寶物還有什麼 其實好奇嘛 對於不懂的東西 想要嘗試一下 對 都要涉獵一下 然後我覺得OK 那就鑽研下去變專家這樣 所以你覺得你開始已經一直鑽研這些 翡翠應該是你最專項的收藏吧 沒有 一開始只是 還是補物 等於說愛玩嘛 喜愛嘛 看得漂亮嘛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 一樣一樣慢慢的買 然後慢慢的玩 而且你知道嗎 我剛剛有講其中有一件 它是當初在賭時是沒有開窗的 什麼都看不到 可是結果就很厲害 是哪一件 今天是哪一件 待會兒我們會講到是哪一件 完全都沒有開窗是這一件 有 你看 你看 就知道囉 運氣要好 然後獨心要有一點堅定 好不好 老師今天 好好地來聊一聊 今天一共有八件 製作人特別交代 每一件都很精采 好不好 我們每一件都不能錯過 好不好 來 第一件 我們來看紫蘿蘭 天啊 這已經不是鳥蛋了 很棒 這個比你好大 還要大 你看看 紫蘿蘭 當初多久以前買的 這個大概在五年多前的時候 那時候到那個平州 大陸平州 那個有那個賣賭食原料的 一個飆場那邊 對 然後就有那一個整個片料 我大概買了五六片 大概六七片 大概買了三十萬台幣 是 然後因為它是做手鐲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就是類似 就是很大的一個 有顏色的一個色圈 那我想說 哇 這麼大 我就把它取幾個出來 那就把它取出來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取出來 那個蛋面整個很完整又大 恭喜 是 那時候想說要送給我媽媽 對 然後後來因為在忙嘛 那後來拿去做的時候 拿去做的時候 後來到了四年前的時候 媽媽剛好去世 來不及送給她 很遺憾啦 對 那時候剛好做到一半這樣 所以一直留到現在 對 這樣子得花光這一個 連工帶料 這一個大概是多少錢 那時候香蕉大概花了 六千塊的民幣 是 那這個原料大概算一算 大概折合台幣 也大概一萬塊 那這樣算一算 這整個連台子 連那個大概在四萬塊 台幣 那時候 那是自己賭食出來 才有這樣子啊 對啊 要自己坐車到大陸去 還要有運氣 使苦耐勞 還要有運氣 運氣很重要 都加價值 還有眼光 對啊 因為賭食真的 人家都一刀窮 一刀富啊 我怎麼看他賭起來 好像都很開心 結果都很開心 才第一件就一個那麼大 那麼膨的喜歡 你自己覺得 這個價錢一定是完全很刻意吧 沒有錯 當時在玩 也沒有考慮到什麼價格 就是愛玩嘛 因為 開出來就得吃下去了 因為玩賭食是這樣子啊 你會越玩越瘋 然後你做出來成品 你也沒有想到說要賣還什麼 就是一直想要 就做出來 然後成品 一直把它 對... 真羨慕 他是怕我沒有時間 對不對 來 我們今天第一件 紫羅蘭的墜子 我們就趕緊先幫您評估一下 請見假 十二萬元 恭喜 恭喜 第一件就掌聲 像這種紫羅蘭的 你看他完全不響 再來你看他這個 這二十五 這有二十五mm 這嚇死人啦 這平常沒有人在做戒指的 一定是做墜子的 然後這寬度是二十三點六 那厚度 厚度多少 十七點二 那這個東西做這樣實在是太可惜了 但是也是很算大的巨物 那再來就是紫色 這個紫羅蘭很多人喜歡 對 但他這個顏色 他帶微微的 微微微的 那種灰一點 但是他還是很漂亮 紫的夠紫 雖然沒有像帝王子那麼濃郁 那但是整體上來講 他也帶諾種 光澤也不錯 這樣的一個翡翠 你看你往路上去看看好了 這隨便一開出來 那嚇死人 十八萬 二十萬這樣開的 但是那真正的成交價 我看大約啦 十二萬應該是可以擁有 不過這是很厲害 是 很厲害 可以獨處這樣子 但是實話講 真的不鼓勵大家 我也要獨十 這個要累積很多很多經驗的 長不客氣人 那失敗的拿出來講 那怎麼改 是不是 那個失敗的還多 我說實在 失敗跟成功的比 比例啊 大概幾比幾 如果以照早期一開始 等於說一開始不懂開始 那是幾乎是 賭一百顆 然後賠一百顆 真的... 好不好 所以這條路不好走啊 不要勸勸大家 真的 真的不要掀嚇你 那我是沒辦法的 你賭到這個階段這樣 不是沒辦法 有錢人不一樣 沒有 賭食來練心臟 你知道嗎 心臟健康的 我們要也跟各位說 你說翡翠在疫情結束以後 我看那個態勢 是有往上走的 很明顯的趨勢 那這個可能是 大家可以稍微 當然你要有閒錢 你要不要借錢來走 太危險了 量力而回好不好 然後就很努力的 我想很努力的 在台灣的市場去多看 多琢磨 其實會有好的收穫 多做功課 對啊 多做功課 下一件翡翠雕件 我覺得超級無敵 匪夷所思 這一個的料是買到便宜 這個大概四年前的時候 那台灣有一個 等於說網路的飆廠 那大概有兩三百件 然後原始在飆售 然後就是大家去投飆 投多少錢 對 結果這件沒有人去飆 結果只有我去飆 兩千塊飆到的 兩千塊 台幣 一個原始 三百五十克的一個原始 那當飆到這一個 因為那時候我一看的時候 沒有人飆 我一看這一個 絕對可以出東西 因為經驗都已經到一個階段 對 然後我想就跟 大陸的雕科師傅 馬上就跟他聯絡說 我想雕一個 比較特殊的東西 整塊 整塊下去 不要切 整塊下去 雕 那我就請他 就是說看想辦法 幫我設計一個出來 可以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那因為他有帶洋綠色 還有帶點點那個 一個黃色 對 那就想到就是白菜 所以白菜那種感覺 後來就請這個大師幫我雕 那也出了一個收藏證書 他也是大陸的玉雕大師 那所以那時候 就請他這樣幫我雕 那整個這樣出來的話 感覺效果也不錯 六是兩千 但是工錢是 大概一萬八 加起來大概兩萬塊 對 工錢 因為他請的是大師 我不知道是大師 我想說雕個叫兩萬塊 這便宜喔 大師這樣 我跟你講四千塊人民幣便宜 你真的碰到一萬多塊 在雕工耶 而且因為他說 是大師這樣我聽了就放心 我跟他很熟 他算我便宜的 好像在大陸的浴室廠 在討價還價一樣 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 這個量怎麼才兩千 然後為什麼我要花兩萬的工錢 原來是因為是大師 他就不太一樣 但為什麼最後這個白菜 會變成煙斗出來的煙 你自己加了買的台子啊 沒有 他這個 做這個台子是想說 他想說要不然就創意一點 但是他想說 那一般的那種台子 也就是很一般嘛 他要不然就用那個 那個埃伯的那個木頭 然後去雕一個煙斗 這樣把它弄起來 這比較另類的一個做法 我會同意他的做法 想說好 試試看嘛 反正不行 我們到時候再換台子 再重做也可以吧 台子不是重點 換台子 大家當醉紙袋是不是 所以李老闆 我跟你講喔 我們要把這個大師的這個 雕工算進去好不好 我們不要只看它是一個 兩千塊的料 那我就看它是一個 兩千塊的料啊 評估一下的時候幫我們加點分 大師的雕工 可以嗎 可以... 來 我們評估一下 請見假 他就把它當邊角料放在那邊 邊角料 邊角料 因為它不夠厚 它薄嘛 兩公斤全部把它收回來 多少錢 大概兩萬塊台幣 據說 我們都在挑這麼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APP等你喔 評估一下 可不可以加點分 大師的雕工 可以嗎 可以 來 我們評估一下 請見假 所以這個料厲害嗎 其實我這樣顧 最近因為我沒有去大陸 最近沒有去大陸 以前是常去的 我顧它這樣子值一萬人民幣 我覺得 我剛才跟它聊 他說 你太保守了 還是事實上來講 我們講公義來講好了 它真的是好工 它的邊邊角角 哇 泡得好乾淨 很亮 所以我在猜 我假如說真的到大陸去 用一萬塊人民幣 不知道能不能買得到 但是我在大陸有很多學生 他們就會想盡辦法 來滿足老師的要求 我還是有信心可以買得到 不過這樣的意義 我想用一萬塊人民幣 來做起點的話 可能是一個 剛剛起步 我還是那句話 很明顯的資訊一直過來 這個高檔的翡翠 中高檔的翡翠 很明顯的往上在這 為什麼當初這一塊 兩千塊都沒有人要 為什麼它當初 這麼少人試貨 怎麼會兩千 我覺得很小 小是一個儀式 因為 對 第一個它 然後它外頭都包著 它的外皮 它只有上面露出那個 一點血脊的顏色 那有時候不敢賭 因為裡面到底是不是裂 神仙難斷春雨 你扒開來的時候 裡面是百裂怎麼辦 是... OK 好 廖老師 這邊沒有人敢賭 我這邊有一塊 一百五十公克啦 長這個樣子啦 那如果要賣你一萬塊 人民幣你要不要買 我不敢 烏紗皮 這個很貴 會怕 是... 靜雨會怕對不對 誰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一向沒有賭運的 開了窗之後長這個樣子 在照光之後長這個樣子 好可愛喔 對不對 然後整個去皮了之後 我們再來雕刻 把皮全部都去掉了 你看看 冰糯種耶 好棒 冰糯種耶 很漂亮耶 這是一萬塊的成本 那如果再有一個 也是最近的 剛剛那個叫烏紗皮 這個叫什麼皮 什麼皮 這個跟橡皮長得一模一樣 我們那個大象打泥滾之後 那個橡皮長得一模一樣 這誰知道多少錢 去皮之後 打光變成是這樣 是 高冰的耶 光是兩塊 你就削爆了 是 就一塊就... 就已經回本了啦 三十幾年前的時候 愛群地下室 我們東區愛群地下室 有一位蔡先生 蔡先生本來跟他老婆 都是在百路邊攤 那百路邊攤 兩個人就說那... 老公就說我拚一下 朋友找我來去 緬甸要拚一下 這樣啦 兩個人拚回來 去那邊 他也不敢買大的啊 買了四塊 二十五萬花了 真的就花完了 對不起 他天生就有那個眼睛 運氣好喔 姓蔡的 外面人家都叫做 迪格賓啊 你看這個人力不厲害 真的 再來下一件 據說也很有故事喔 對... 這個手桌好漂亮 剛剛廖老師在看就說 這撒金耶 這個地方 然後卓心又跟他做了一個 很細緻的雕刻 對不對 來 你說說 這一套 原本就是在台灣 大概兩年前在台灣的一個 一個那個 石頭的切割工廠那邊 因為常去那裡嘛 就忽然到那邊看的時候 看有一堆邊角料在那邊 邊角料 因為它不夠厚 它薄嘛 它薄嘛 那大概總共大概兩公斤 對 那我看邊角料 因為你也知道嘛 前面賭食品花那麼多錢下去 也學到經驗了嘛對不對 對... 後面看得都很準 一看的時候 覺得這個料 絕對不一般 那他就把它當邊角 然後放在那邊 對 那時候我就 不經意地看了一下以後 對 兩公斤全部把它收回來 多少錢 大概兩萬塊台幣而已 好便宜喔 兩萬塊台幣 天啊 就做了很多件 對 出來的時候做了這個手桌 然後卓心還有很多片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它美到怎麼樣 據說 它的手桌的照片還美到被 對岸倒圖喔 我們以圖為證喔 來看看怎麼倒圖 是 它就是等於說 用我的那個圖片 因為我有時候 對 在台灣有一個那個 就是翡翠的一個群組的社團 那我們經常會在那邊交流 就是PO上去我們的東西 大家互相研究 是 那忽然 因為這是我PO上去的嘛 忽然我在一個 這一個網站 就看到 我的東西怎麼在他那裡 是 那我就跟他私訊 他說 那我就跟他私訊 然後跟他講 他怎麼會用我的圖 他竟然還說 我... 有沒有專利啦 是不是你的 要我證明是不是我的 我說哪有這樣的情況 你到我的圖 對啊 然後我說 這跟同行無關嘛 你怎麼可以用我 到我用我的圖嘛 我的天啊 對不對 結果咧 還有下架嗎 有把圖出來 後來我就要下架 不然我就把他 我到時候把他在各社團 把他公布啊 所以我只能說你知道嗎 太美好的東西 大家都想擁有 對 就是太美了 漂亮的東西 大家都喜歡 你剛剛講 邊角料 我真的覺得很傻眼 前面剛剛那一朵白菜 他只花了那個料 是兩千塊 他現在這個 你說他買了兩萬塊的邊角料 對 雕了好多東西 很多... 這只是其中的 其中的一套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就聯工帶料來講 我們大概花這樣子 就聯工帶料 全部啦 那大概... 包括這人這雕工啦 也是請大師雕工這樣雕一雕 大概在四萬八千塊左右 好便宜 也是便宜吧 很厲害 這超便宜吧 因為剛剛那老師 一直想要撒金啦 因為女人不愛啊 是不是 都想擁有 運氣好 就是因為他放在那邊 我一看 就變得說我們看著東西 眼睛一看 大概就心裡有底 他會到哪邊呢 是... 他好幸運喔 所以不一定要讀 對 有時候去看他別人不要的 也許很幸運 台下使命光啦 誰知道 因為我去看丟在那 我也不會去看那邊 是不是 但是鄭大哥不一樣 這就是累積經驗 我們也幫您評估一下 這一套超便宜 你自己覺得大概幾倍 我沒有在買 你抱歉在說 沒有...我真的... 你看好他 應該三倍以上吧 沒有... 你又大不了留給兒子們 我覺得一定有... 來 我們幫您評估一下 這一套 好 請見價 恭喜... 太三倍了 你看看 這家的手鐲 那冰種的 那是藍水 那因為這個料 它目前來講 大家還有一點疑慮 但是要知道 只要是翡翠 哪怕是... 只要是A或翡翠漂亮的 哪怕是你們家後院挖出來的 也是OK的 價格都問題 那這幾年像這樣的原料 一直漲... 少了 你要找冰種的手鐲 哪裡找 當然你說這個帶藍色 藍水 我承認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像這樣的藍水料 它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不過它也沒有缺點 它當然有 它比較細嘛 對不對 然後當然... 但是呢 瑕不言語 它沒有瑕疵啊 對不對 那再來就慢慢慢慢的 可能追求人 會慢慢追求 那這個東西啊 我看法是說 這個... 現在那個大陸有什麼 有的 威料 我們叫瓜地馬拉 他們的威料 這根本有邦交的 所以買這樣的翡翠 是幫助我們國家 那那天啊 我學生跟我講 老師你要買咖啡 我說好啊 咖啡 這個什麼 哥斯達利加 這是洪杜拉斯 這根本我們斷交了 我不要買 瓜地馬拉 我再多我都買 這幫完國家啊 對不對 這跟我們有邦交 全世界沒有幾個啊 對不對 那要多買瓜料 這個料也是 跟我們有邦交的國家 瓜地馬拉慘的 但是品質越來越挖越好了 我們早期看的時候 都是灰灰暗暗的 爛爛的 現在有時候透透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琢磨 那目前來講 貴不貴 平常講 要比疫情前要是高很多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 它還是值得投資 我沒有鼓勵你喔 我是說 假如你有閒錢的話 像這樣的東西 一點點琢磨琢磨是OK的 但是你要選漂亮的 是 對 面子 要夠好喔 廖老師 謝謝老師 這個物件 在他們內地 給它一個名稱叫 老龍種 老龍種 龍 它是老龍種 那像這個物件 它裡面都沒有瑕疵 然後沒有分配 不平均 對啊 這個物件很少 很難得 我曾經看過一個 他們自己在炒作這個物件 然後是一個大的蛋面 是 那個他們自己在炒作 因為價格含一千萬人民幣上市 哇 所以這個物件的話 你到時候賣到內地去 應該有市場 碰到對的人 你的價格就好 所以那個圖才會被內地倒走 對 然後它上面 它上面那個還不是撒金沙而已 因為撒這些金塊不會融化 小畢的本業做得很好吧 所以你看 因為金塊 都在手上讓它掌握了 是不是 很幸運 很棒 再來看看這個 我們剛剛講了 你看看它的厚度 你看看 多扎實 你看這邊的綠色多漂亮 你怎麼運氣這麼好 當然我們剛剛前面講了 我們不鼓勵大家賭 它付了很多學費 但是這個運氣真的很不錯 跟我們說說它的故事 這個大概六年前 那也在台灣 那一顆石頭整個 它都沒有任何表現 也沒有開窗 也任何就是都沒有 只是有淡淡的一個光線出來 我們壓燈會看到一些 裡面的一些光感 對 那那時候在考慮 到底要不要賭這一顆 那因為那時候瘋手鐲嘛 因為賭石出來 就第一個想看就是手鐲嘛 那那時候就想說 要不然讀讀看嘛 它那一顆十二萬 你完全看不到什麼東西 那一顆石頭就十二萬 那要賭這一顆的時候 心臟要大一點 要強一點 想說 要不然三個月半年不吃飯 來賭這一顆 你客氣 然後就好吧 那看一看以後 看了半天 我記得大概看了一個禮拜 每天看每天 看到我都不好意思 不買都不好意思 你親自到店裡頭 我任何石頭都一定要親自看到 也要賭石 真的勸大家 不賭就不要賭 而且又在台灣 不去跟我說過期 你選老婆有沒有這樣選 一天三餐七一看 晚上就大家照顧去看 一定是沒有 本來開二十 你怎麼刷到十二 就磨啊 我只要看一個禮拜 就每天就磨 一天磨個一萬啦 對 磨個一萬啦 後來就成交價只有十二萬 那十二萬出來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的研究啦 就跟師傅就慢慢把皮扒掉 先把外皮都去掉 看裂的走向 然後再切片 然後再切 那總共出來 就出了三隻手鐲 這時是其中一隻這樣子 三隻手鐲 對... 這其中一隻 三隻手鐲 這樣子這一隻就是等於 差不多平均下來 大概就是四萬 如果你知道貨頭 沒有這個 一般我們貨頭都會算 比較多一點錢啦 因為三隻不能說三隻平均 這隻貨頭最起碼就是一半 要占一半的本錢 我們占一半的算六 對 我們要算 這個很有讀書啊 沒有做這個生意 但是會如何的 分開價格 算得清清楚楚 你一定是做台語言 如果有這麼認真 早期上 早就考上大學 對 就因為 很認真耶啦 後悔... 真的很認真 那不錯 大學人在那邊 他都一畢自容 真的 每個人都臉紅了 對 所以這一隻算是 最漂亮 最喜歡 他今天帶來節目上 跟大家來見面 對不對 對... 我們也幫您評估一下 到底價值多少 請建價 第一次處理座去買的 第一次什麼 第一個北翠的物件 三十幾年前很多都買到B貨 買到假的一大堆 很大好不好 很多同樣買到全部 基本的都淪陷啊 然後你還沒買過 對 我第一次買 你好漂亮 那時候買一千塊的美幣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也幫您評估一下 好 到底價值多少 請建價 十五萬元 恭喜... 到底說這支手鐲 應該值二十五萬 那怎麼了 那我還是要說明 這證據師他也不會介意 有什麼講什麼 這種本來就是分享交流 就這麼一點點 我就扣你十萬 哪一點有問題 那我們看個照片 他在內部 在內部這個地方 有一個就是說 一般消費者 假如買這麼高的手鐲 你開出來三十萬二十五萬 他會拿燈照 你就會放他有一點點小小的 很多人不會在意啦 那沒有關係 那就會有一點小裂痕 那這不是裂 那這個實紋 那實紋他有沒有 指甲摳不到 摳不到 但的確他 我們用顯微鏡看著他 微微的出了個面 所以像這樣的時候 有些消費者 OK 沒關係 對不對 這個還是很漂亮 這個材也很高的 穿很揚 OK 但有的人 他會用這個給你還價 當然還你還是不會輸啦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這個行情 大約 假設說這個 就賣到最差的價錢 六十五萬 不要這麼說啦 是 超幸運 你想想看 什麼東西都沒有看到的情況 就那一絲絲微微的光線 十二萬成交 結果你看 賺了對不對 你看我們都看到他開心的一面 因為他真的是把我們最美好 都帶來跟我們分享 最漂亮 那三隻這隻最漂亮 大家帶來了對不對 這個我相信 應該也是你的心頭好吧 來 這馬鞍戒 有厚度喔 不薄喔 對不對 然後綠也是洋綠色 來 你說說 多久以前 這個喔 我 第一次處女座去買的 第一次什麼 算是我的處女座 第一啊 來啊 處女首秀是不是 第一個翡翠的物件 這是我民國七十六年的時候 然後去大陸 廣州 那時候去做生意 就是恰功 胆子很大 那時候一個人就去逛嘛 那一開始就到 現在廣州的華林廣場 現在是叫華林廣場 以前沒有華林廣場 以前叫那個玉器街 叫長壽西街 那個整條都是賣玉器的 是 那時候就想說買一個旅遊嘛 那買一個回去送給我媽媽 這個馬鞍 我記得當時想說 買到 那時候 那麼多年前 三十幾年前 很多都買到逼貨 買到假的一大堆 很怕好不好 很多同行買到 全部基本都淪陷啊 然後你還沒買過 對 我第一次買 好綠好漂亮 都買回去送給我媽媽 那時候買 一千塊的民幣 等於差不多四五千塊台幣 可以啊 三十幾年前啊 三十四年前 三千塊而已 那個惠利比三嘛 對 那換 他用靠黑式換的民幣 用黑式換的民幣 是這樣沒錯 那時候是閉幕也沒關係啦 就是好玩 當時是 好玩啊 漂亮啊 我第一次買 那時候第一次買喔 根本不會看 不會看 你就買之後 反正就好玩 就買回來 對 買回來以後就送給我媽媽 是 那一直這個事我就忘掉了 忘了 那等到四年前 我媽媽去世 我們整理東西 一看到這個東西 包含那個外盒都還在 我嚇一跳 我剛剛都沒帶是不是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回應 裸食而已 裸食我媽媽去把它鑲成醉紙 我媽媽喜歡醉紙 所以我才會做剛剛那個 蛋麵醉紙 那他把它鑲成醉紙 後來翻一翻就翻到 這是我送給他的 那時候想說 這麼久了 這個真的假的我都... 那時候四年前 我已經懂了這個東西 一看 完蛋了 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那時候我就把它拆一拆 然後就花了差不多 台幣五萬塊做這個台子 這個K金台鑽 都挑好的鑽去做這個台子 你都不知道真的假的 你又花了萬塊去做了 沒有...不是 我先講 我是因為這個東西 是 我一看 完蛋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先去鑑定出來 鑑定啊 鑑定啊 還好我以前演過 怎麼那麼好 對不對 那時候才敢花錢 去把它做這個這樣 那那個時候A貨 然後你才買一千塊 那時候不知道 我以為是塑膠做的 那時候差不多這樣子 為什麼那個老闆自己都不知道 以前那路邊 他都說 賣手鐲賣什麼 還要挑那個扁蛋的 那時候我就去了 然後他有一... 有的那個房間裡面 賣那個手鐲顏色 三彩的 很整齊 綠的 紅的 紫的 牌的整整齊 很假... 混在一堆 有的人就去慢慢找 其實可以找到很多不錯的東西 那時候很封閉啊 我說真的 你那個也是賭耶 因為你那時候他不懂啊 純粹是買個東西回去送人家 對...那時候真的這樣 價錢也還很可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看 這個 既然你已經鑑定過是A貨 幫他做了一個五萬多塊的台子 我們待會兒台子也幫你一起 評估進去 好... 來 評估一下 請建價 十二萬元 第一位 第一位 一千人民幣 天啊 像這樣的這個黑色 那個顏色正陽綠色 接近於帝王綠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只是說馬鞍現在在... 整個市面上來講 是屬於比較... 邊邊角角 比較沒有人去琢磨的 一個飾品 一般現在喜歡買蛋麵 喜歡買手琢 對... 或是很厚實大的那種墜子 就要大家琢磨這些 那馬鞍呢以前 女生也帶馬鞍 墜子 也帶這個戒指 墜子 都有 男生更不要講 那這幾年就用的人少多了 所以說他的價格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還有遇到客人 就把媽媽的這個馬鞍拿來 切一半 然後請我把它設計成耳環 這樣也好 馬鞍不漂亮 但其實是很可惜啊 但是他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也是幫他啦 如果是鄭大哥帶我覺得好看 馬鞍 我覺得男生帶很好 我都帶 平常我都帶 我是覺得啊 對啊 不太可惜 流行完一陣子會再回來啦 所以不要把家裡的東西 大大的把它切得小小的 不太好 真的 我跟你講 接下來這一件也是我本身 非常期待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 跟鄭大哥身上這個 形式很像 然後跟剛剛的這一個 也有一點顏色有點像 有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很大氣 你可以看他有多厚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真的 真的很有分量 而且還穿了很漂亮的 整個珠穿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就是 非常的霸氣 是 很霸氣 來 說說他的故事 這一個大概七年前嘛 七年前當我看到這一塊料的時候 其實他賣的價格是不高 他賣 那當下我就覺得 因為他有雪花棉 那時候剛好流行雪花棉 那我覺得這個雪花棉很漂亮 那我就把那塊買下來以後 那就把這一片切下來 對 那請師傅幫我 雕一個圈手棺 那包含其他的珠珠 我已經用了一半 那當時覺得說整個綠色 這樣感覺好像不夠霸氣 所以你把它點金了對不對 就點個紅寶石 在那個上面的佛印 那邊再點個紅寶石 在那邊 是 這樣比較另類 反正自己東西就 自己設計自己做 對...就這樣做 整個這樣子 那這個整個用了一半的料 所以你看喔 你說剛剛這一件料我們是買 八千塊的 但是我們只用了一半 對 一半的料 對不對 就是四千塊的料 對... 工錢不便宜吧 因為它雕得很好 這樣工錢包含這個珠珠 都手工做的 全部都手工做的 手工拋光整體一體的 手工做的 這樣整個包含工錢 人民幣 不含相簽 不含相簽 人民幣... 人民幣... 所以TOTO這一條 大概就是花了你 對... 大概四萬台幣 然後再去相簽這樣子 對啊 四萬台幣可以買到這麼快 自己切 自己弄啊 好 好喔 很羨慕喔 好大喔 真的是喔 所有的寶石 樹大就是美 真的 然後再加武俠 那你說顏色稍微灰藍色 的確它的特性就是這樣子 對 那這個很難說的 以前我們認為說 黃寶石 這個...這個什麼 那個威士忌也是好到不得了 現在沒有人要 所以說換來換去 物換吸引人的感覺 會慢慢的隨著時間 被需求而改變 沒錯...是 那今天這一件 幫您評估一下 看一下價格多少 請建價 哪怕我找一個裸實 三點多顆啦 哪怕我找一個裸實 三點多顆啦 那...那個有GRS的證書 然後... 這個是... 無燒 黃家蘭 西蘭的 一定要用好的賺 然後用重金 一定要做好的 一定要做好 我也喜歡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 加把大神APP 一起開房 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沒錯...是 那今天這一件 幫您評估一下 看一下價格多少 來 請建價 十六萬元 預備 恭喜... 你快點看就好吧 這會貴啊 其實我認 是 是最好豬戀 是 是 然後呢 這幾年慢慢這樣子 好的豬戀 整齊的越來越少 當然說 老師這個帳青色 我看過這種翠綠色的 一條 哇... 對不對 那也碰不到邊 何必 廖老師 是... 這間你有沒有騎重機 你有沒有騎重機 重機啊 沒有 它看起來很像騎重機的 你要去騎重機 因為現在重機的這些那個 車手 他們喜歡 一個炫耀的 是戴手錶 另外一個 交換的就是 這些物件 真的 因為你的物件夠大 那因為 獄能夠保身避邪 所以這些重機的車手 他們都會喜歡戴獄 真的啊 那你的物件夠漂亮 夠大對不對 所以去買一部重機來 跟他們交流 交流 你就可以賣了 對啊 重機歧視全大的 趕快先去學 考慮... 再來我們看看 蛋麵界 我們剛剛看到說 馬鞍有了嘛 對不對 楊綠 這個蛋麵也是楊綠 而且不太一樣 對... 那個顏色 這個真的漂亮 很漂亮 是蛋麵 然後是 靠賞自己的禮物 對不對 好會買喔 來 幾年前 大概六年前 那時候想說 給自己 就是 靠賞自己一下 那麼辛苦嘛 每天這樣忙忙碌碌 那就請我一個朋友 國內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朋友 蔡小姐 她專門是 在做翡翠珠寶這一類 她很厲害 我有事都跟她請教 對 那我想說我自己要 靠賞自己 想要一個 比較洋綠的東西 但是洋綠是屬於 女孩子在戴會比較好 那孩子戴起來怪怪 蠻涼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跟她講 當時看到這一顆的時候 我覺得好喜歡 為什麼 因為她根本就 跟一個果凍一樣 是 跟果凍一樣 那種感覺 那你還說不喜歡 不是 我看這個蛋麵 覺得可能會涼 就是看到這個蛋麵喜歡 可是我又不想帶得太涼 我就跟她講 跟那蔡老師講說 你幫我設計一下 屬於我的形狀的 一個豪華的一個台 那她就幫我設計 為什麼都剛剛好我 你看一下廖老師 你要誇張的 你要誇大的 要Man的 然後就幫我設計這樣 我就好喜歡 你知道 真的 我覺得真的 看起來那種台 跟那個蛋麵配起來 但是廖老師他要告訴我 我跟你講 男人都是口是心非 我看那個綠色 綠得那麼漂亮 就覺得戴起來有點涼 但是真的看到 那個物件的時候 他會對我笑 你知道嗎 我有客人就是這樣 我有客人男生 那個顏色這樣有點涼 然後改天 人家已經在看貨了 他這樣走過去一看 人家客人走了 他說那個東西給我看 那個東西對我笑 然後就直接下手買了 幻想成這樣子 上千萬了 就直接下手了 天啊 男生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是耶 你有沒有找很久 這個 他幫我找 我就看 因為我自己開始 我沒辦法開這樣子 不容易 他就幫我用了好的鑽 然後那個 配上一個豪華台 一個比較重金的台 我帶的這樣子 比較霸氣 你帶我看有沒有很涼 你帶我看 不會啦 我再帶人都不會 帶起來才知道 我看一看 可以喔 很漂亮 有 乾爹 我去樓康喔 人家都叫你乾爹 這個平常有在帶嗎 這不得了喔 談生意不能帶吧 我平常帶是帶這個馬鞍 平常帶這個馬鞍 對... 有時候要去哪邊 你更適合 你更適合 好算我更適合 有關係要來 你當初買多少 你就賣給他來 你當初買多少 我當時他幫我找這一個石頭 包含做這一個台子 他要賺這樣子 花了 要不要 要不要買 十五萬 我買啊 六年前 十五萬 六年前 不能讓人家... 你現在十五萬要賣嗎 不能讓人家不賺錢 好 不能賣 二十萬要賣嗎 二十萬如果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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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 那台幣喔 你要賣嗎 也不要 這個不用自己帶 好喜歡 所以他很喜歡 對 真的好喜歡 沒有 哪裡娘啊 你說對不對 不娘 他會不會逼貨怎麼辦 不可能 他那麼驚 他會帶逼貨來給你鑑定 不可能 那誰鄭銳翼先生 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 東西都很厲害 只是過了六年嘛 對不對 六年 六年過去送自己的禮物 大概講了多少呢 我們看看馬上早起 請見價 三十五萬元 兩塊你二十萬不賣 恭喜 你當初是 為什麼這麼便宜買到啊 這個賣得很便宜 早起要 敢買 如果說 如果說這種東西 有時候好的東西 越來越貴 真的 現在不買 可能明年又一個價 這種淡麵喔 其實它 稀有 顏色 洋綠色 鮮豔 對 就像廖老師講 他會被你笑 然後他站起來 還有呢 我們是工尾啦 這旁邊就是鑽石箱 實在太好了 這很亮 很閃 發覺很閃 那很閃 然後還有這個 有那種流水的感覺 那種水頭很好 那雖然它是冰糯種 還沒有到冰種 但是呢 它整個環 整個大 整體來講 它光澤非常好 所以感覺那種透光的感覺 非常不錯 我跟你講 這三十萬以下 絕對買不到 因為鄭先生 三十萬他也不賣 對 那你有可能三十八 你有可能 你真的很喜歡 其實四十萬你也會買 你要喜歡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緣分 預言預言 就緣分的感覺 對 沒有這樣子 我今天不是一直工尾都翡翠 它真的太漂亮了 我們當然是 舊東西論東西 今天有看到大學寶家 這一集的人 真的很開心 就會覺得天啊 看到漂亮的東西 對 不只無微笑 對 真的是心情都很好 看著就高興 好啦 你沒事就多帶出去 真的 因為這個也是 我剛剛前面一開場 我就講了 這個藍寶是讓我們 李老師跟亮老師 一直蒙點頭 為什麼呢 待會兒告訴你 我先來聽聽你 多久以前入手 買多少 這個就是 五年前 就是我買了這一個 以後 我覺得滿滿意的嘛 對 然後再過 再過一年的生日 又買自己 講說 就買送自己一個禮物 又找這位菜小姐 幫我找一個 因為我喜歡藍寶石 但是我不敢買 為什麼 因為很多都燒的 在重製燒製的 對 加熱 那因為不熟 我不敢買 那因為之前買的 我放心嘛 安心就請他 幫我找一顆 他幫我找一個 裸石三點多顆啦的 那那個有GRS的證書 然後 西蘭的 那拿到這一顆 我就很喜歡 我說那你幫我設計 適合我的一個豪華台 那他就要幫我 然後用重機 一壓做好 一壓就幫我做這個出來 你今天的重機 都一直很入你的眼喔 好買 好買 所以最後連工帶料 這個總共花了 二十萬 對 那時候 五年前... 所以你看到六年前是 十五萬買了這個 後來又往上走 事業有成你知道 每一年都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 持續的都還有 這四年 三年 兩年 一年 下一支幫我們帶來 好 可以... 每年都買禮物靠想自己 因為功課做多了 看得多了 然後有信任的管道 覺得東西又不錯 價格也合理 對... 而且他很牛摸啊 他就是一定要 界台要大氣 我不要公版的那種款式 厲害 真的不錯 我要符合自己的 自己的... 就幫你做的那個小姐 其實真的很負責 找的東西也很好 好朋友 這好朋友 對... 有好朋友 所以他... 等於說他也對我們要負責嘛 不錯的 對... 要負責人的 沒錯 這個整個這樣感覺 就很漂亮 好看對不對 而且他也很清楚喔 是西蘭來的 他就是一直在... 他贈書他有... 對 要告訴你喔 評估的時候這些都要評估進去 二十萬買入 來 價值多少 請見價 四十五萬元 你有說話這樣啦 為什麼那麼不會買 真奇怪耶 二十萬因為懷疑 你剛才料的這個就是 那現在這種行情 大約這樣的藍寶石 黃佳藍 然後四里昂卡產 一顆大約 三顆他裝的 三顆他四顆大約這個行情這樣子 對 一顆他十二萬 到十五萬都有可能 那你說那你怎麼給十二萬 當然給保守一點了對不對 那這個基本上來講 他說OK 那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他那個證書帶過來 我們來看看如何去看這樣的證書 讀懂他 下手 讀懂他 來 那這是一個就是現在目前 我們的國內市場 很多人買這個藍寶石 都喜歡的證書之一 不是只有這個OK喔 GIA也OK啊 還有很多像這個LOTUS 還有像這個 現在有新的GIS 很多很多的品牌 只要是確認這個證書 這個鑑定所是沒有問題的 剛剛更高級 還有這個GOPRIN的 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從這個來入手 因為很多人買這個好的藍寶石 產色寶石 都會想要擁有GRX證書 那GRX證書 您自己去打不了的 一定要透過店家 那店家因為他在只為店家服務的 所以消費者自己是無法去打 他不接受的 好 那這是小事情 一張證書大約也差不多在 將近一百塊美金的費用而已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 這個GIS 他有日期 這什麼時候鑑定的 這都不重要 這照片他也沒有修飾 他就照原來的照片 你的寶石 我就拍張照片 是 他只是有重量 3.23 有尺寸 這個您在買的時候記得要量一下 不然證書很好給你 拿一個爛的給你 那不是糟糕了 對 再來呢 這個切割的模式 然後它是橢圓形的 重點出來的 這樣的證書裡面 它會很明確的告訴你是 VV Blue 就是燕藍色 在它的標準裡面 這個叫做黃加藍 那這裡面有一個 還有時候會有常常會有什麼 叫Cornflower 這微微的藍紫色 帶微微的灰的感覺 叫做史車菊藍 那這種黃加藍是 但是要追求的藍寶石 對 然後這裡會有說明 沒有加熱處理的跡象 沒有加熱處理跡象 你看這個字 最後呢 它在這裡 會有斯里蘭卡產地 代表它的內含物 會扎扎實實的表現出來 這是產自於斯里蘭卡 有時候這裡會寫緬甸 有時候這裡會寫什麼 有時候你買的藍寶石 老闆啊 我今天來的什麼都沒寫 那不是代表不好 是這個藍寶石 沒有確認的內含物 它無法判斷 它就不寫 所以像這樣的證書 大家是覺得很負責的 是 當然我們希望買的時候 就是能夠確認產地 清清楚楚的 然後顏色 然後這個大小 它的這個 有無加熱處理 這樣的藍寶下來 就是個寶物 那不是鼓勵你買 而是說像這樣一樣 擁有這樣的藍寶石 你可能將來 它假如要漲價的時候 你會優先 會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看法 是這樣子 跟各位分享 是 今天真的 恭喜鄭先生 會買會看 然後每一件都很漂亮 故事也都很精采 這都是他付很多學費 好不好 今天才可以站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的喔 沒看到 先切掉了 但是我們很期待 你下次再來 一樣帶很多好東西 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鄭先生 各位恭喜 謝謝